這件包裹面對出在這裡 他給你提示說出發有錄影 男子拍下影片包裹拆都還沒有拆 他就指著上頭的貼紙說是詐騙包裹 還要大家如果收到上頭貼拆封全程錄影的貼紙 不要收直接退貨 訊息也不斷的在各群組瘋傳 不過其實這不是詐騙 而是賣家為了要保障自己跟買家的權益 所以會在包裹上面貼上拆封前請全程錄影的貼紙 搜貨員每天貨物百件起跳 箱子上出了貼上封條以及一碎品貼紙 還有些店家會貼心提醒 把拆封的過程拍下 避免後續有消費糾紛 但網路上傳的錯誤訊息 就怕有些長輩或是較少收包裹的民眾 會真的信以為真 要是你跟我講 我就會覺得那這樣子下次我拆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他是詐騙包裹 我就會這樣覺得 可是很多包裹它上面真的是會貼這樣子 它會就是確保它的東西沒有問題 它也確保說我拆的時候東西沒有遺漏掉 或只是有損壞的問題 若是有民眾真的因為假訊息而退貨 對賣家也是不小損失 應該會吧 我想說都賣出去的東西 然後又被人家退回來 可能都要自己出吧 請全程錄影的貼心小提醒 網傳卻誤導成詐騙新手法 雖然收包裹之前確實要看清楚來源 但是以偏蓋權也可能會對出貨人造成困擾 TVN新聞陳怡君 李蔡台中藏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